《尹天照》 《尹天照》 憑著扮演僵尸、放天柚 而名成利咒 自然在香港和內地都有不少片藥 可惜他偏偏當紅後 就幻想淚風濕關節炎 不要說拍武打氣 連日常生活都有影響 加上家人患了重病 令自信的他 第一次遇上自己 甚麼能控制的難關 就在他人生最無助的時候 上帝叫他重遇一位 一直沒有兩句的朋友 而這位朋友抗癌經歷的神跡 令尹天照第一次見識上帝的奇妙 當我在所有的事都覺得自己挺好 有車有樓 甚麼都有 還在想著將來會怎樣 好怎樣的時間 突然之間 噗一聲 眼前一刻 所有的壞事都一齊來 突然之間我家人有病 我自己患了一個症 叫做雷風濕 在現時醫學上也沒得醫的 我的朋友也有病 在那個時間 有戲節 有人跟我說 阿趙北京有電影 有一部電視劇想找你做男主角 我對不起我打不到 我拍不到 我拍不到 沒有收入 神有一句說話就是 人的進度就是神的開始 在這個時候 我很傷心 很失望 很 覺得甚麼都沒有 又很痛 家人又不知怎樣 有時候我做了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是一個發營師 他的名字叫Dennis 他一直都是同一個朋友 但是 在過程裏面 他告訴我 他幾年前患了一個病 2006年他患了一個病 鼻癌 然後在2006年他做了33次電療 6次化療 這樣就好了 然後在2007年的復發 然後再做手術 醫生說 你現在的手術指 可以做一個方法 就是臉書 把臉結開 看清楚哪裡 就電死他 這樣做完之後 2008年再復發 然後他就 在那段期間他認識了主 他就不想再在那裡捱 他說 他跟神講 他祈禱他說 神 我不再去看醫生 我願意將我生命交給你 萬有都是你主管的 你要我不死 我怎麼都不會我死 我怎麼都不會死 你要我死 我怎麼都不能夠生存 然後他就說 我不會再回去看電療法 2006年 2010年 我見到他 我說 你真的沒有回馬來醫院 是沒有 醫生都問我 為什麼還可以在那裡 不死 我就覺得 這個神 真的 真的嗎 我知不覺 我以為 因為我生不死 成為了我的朋友 Dennis 2006年 幻想鼻咽癌 就算經歷痛苦的化療 和手術 也先後兩次復發 2008年 拒絕治療 即使身體情況已經很差 仍然熱心為主作見證 2014年11月3日 Dennis終於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 和安息主懷 Dennis的堅毅精神 和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神跡 令尹天照深深信服 而他自己 亦經歷接二連三日的神跡 當時我已經是 萬年俱灰 甚麼都沒有 擔心家人 又不知道以後怎樣 我祈禱 我說神,如果真的有你 你真的存在 我求你醫治我家人 我願意把我生命 和他調回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在世界裏面 我覺得我沒甚麼所謂 在世界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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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覺得他們 他們 會珍惜生命 好啊 全都要生命 我給我了 那當時 我不知道他肚子是怎樣 但第二天 他知道了 我看見家裏面生的 有一個採用 很漂亮 它的採用是 很清晰 看到山腳就抖下去 你看到它採用的底 我就看 很漂亮 我就不知為何 打回問問我朋友 教會的朋友 我說 喂 我看到採用 你真的要感謝主 你昨天祈禱 可能主已經去到你的祈禱 這個採用是 譬如當年的 羅亞方舟 那個 洗滅世界之後 他跟羅亞那個 那個約定 跟著所發生的事 我家人出面 就是真的不可能 那麼短時間出發 上帝多次 在阿照的生命上 顯示他醫治的大能 除了家人的病情 突然得到控制之外 他外母 竟然切斷了手指 上帝都令他手指 重新生出來 其實最令阿照信服的 除了上帝的大能之外 聖靈在他內心作供 也照亮了他的黑暗面 令他更明白 什麼是愛 有一段日子 我外母走到我家裡住 那我就覺得 沒所謂的 你不住一下 有時相見和住難 我外母每次做完菜 我廚房又亂七八糟 我很討厭一些東西 亂七八糟 有一天她在那裏 不知切什麼 豬肉餅 她切斷了手指 我心想 煮菜切斷了手指 很奇怪嗎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沒有理會 但跟著外母 然後 從廚房走出來 哎呀 流很多血 我便在身上 我問什麼事 什麼流很多血 她說 原來我切了一塊 整塊 手指是 這塊 沒有了那麼多 即不見了那麼多 即這塊 不見了 見到骨 成了一個砧板 我便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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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立刻 去廚房 撿了一塊肉 然後用膠袋 冰 帶了到莊哥醫院 去亂針 醫生說 那幫我亂針 但這樣 她未必能生成 因為 神經線 鑊不到 她的肉 翌日 就會膚死 膚死 我和太太 祈禱 我說神啊 如果是因為 你覺得我 而我外母在這裡 很煩 你覺得 她這樣 你要讓我看到 我應該怎樣去改 那為什麼你不是 弄我的手指 要弄她的手指 你應該切了我的手指 你為什麼用她來搞訓我 沒多久 我外母一天打麻將 她老人家 都打麻將 洗衛生 我還罵那些 啪 那個手指 那顆 就飛了出去 然後打算帶她去看醫生 隔了 一個星期 她說 不要打給我 她說 我的手指 生了出來 我說什麼 我的手指 生了出來 我說不是吧 然後就來我家 她給我十隻手指 完全十隻手指 齊齊整整 那這個神跡 在我生命裡面 你還有什麼說 神把我完全拆毀 把我所有驕傲 你所有那些 懶勁的東西 全部 你有嗎 我拆 你有嗎 我拆 你今天以為 我以為是拆光了 拆光了吧 還不夠 還拆 我今天還在拆 我看到 趙他太太 他信了主之後 他是很認真去追求神 去追求神 去追求神 那 信了主的人 等於說 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我們都會經歷困難 那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鍛鍊 憑信心 去信靠主 去過我們的生活 但是我看到 趙大興他就是這樣 他是這樣 有這樣的 屬靈生命的表現 我知道他信了主之後 他仍然會經歷困難的 包括他的身體 包括他的家人 當他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和他一起走 鼓勵他 一起度過 但是最重要 就是他仍然 我看到他對神 是很有信心 所以在困難裏面 他都會放棄 都仍然維持他的信仰 維持他對神的信心 這個就是我看到 他的屬靈生命 是很欣賞的地方 也是應該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當然趙大興在屬靈生命上 會成長 我們很願意繼續 和雙面來一起走 阿趙既是全港最出名的僵士 但同時也是耶穌的信徒 上帝和魔鬼勢不兩立 他只可以二選其一 但他自從決心信耶穌 已經立志決心 要和放天友斷絕關係 即使他因此 而受了不少的試探和壓力 世界就是錢 錢就是魔鬼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不記得神 早前有個台灣的人 他就說給一筆錢 外拍殭屍四 我一直都在推近他 我都覺得很煩 但某天我突然間 不知為何 我說不如這樣 講一句 放天友信了主 然後他毀滅自己 毀滅這個撒旦 他就說好啊 我死了 你答應我 那現在怎樣呢 怎樣退台呢 說一下而已 不要管 我又把這件事 回到教會裏 我在我的小組裏 就說出來 其他大興有幾個人 就說好啊 怎樣啊怎樣啊 這樣殺放天佑 真是感恩 真是榮耀主 其實當時我都覺得可能是 但我都未有心去 我未有心去 一定要去拍這件事 我想一下而已 還有大家一條片可以談 其中一個大興 叫做Joe 他說其實在你第一次進去 我來教會的時候 聖靈已經感動我 告訴我 很快會有人找你拍九屍四 但聖靈叫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拍 那我突然間 唉 放下心愁大蛇 我說其實我一直都不想拍 那我當晚我就 立刻 email 台灣那個人 我說 你所開的所有的影片 都不用了 我不會再拍這件事 那那個人又 回到一個email 啊 你的主持是厲害的 居然可以 令到你 這麼純服的 不拍 我心裡我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你會知道呢 很奇怪 但是 不重要 你怎麼知道 我起碼 我覺得 我沒有辜負到 神呼召了我 我今天 我盡量慢慢地學習 我不敢說我可以做到很好 但是 我一路一路 一路 希望我可以做到合神心意 他當時拍的殭屍片 我也有看過 所以我也有了解 他整個片的內容 當然 後來他信了主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能說 對香港人有多大的震盒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 如果看過趙弟兄 拍的殭屍片 然後知道他信了主 其實 我相信 在他心目中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利益 一個問號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由趙弟兄 他的經歷 可以成為一個 傳福音的生活面證 來回顧一生 我發覺 神的劇本是很奇怪的 他一早已經寫了這個角色 原來主耶穌 用殭屍 眾人都認為 在這個時間 撒旦贏了 他就為我擺設原職 然後聖過殭屍 我就信了主 那這件事 我想沒有人會想到 一隻殭屍 是因為他而走得這麼好 突然有一天 這隻殭屍說 我以後不怕殭屍 我信在主 阿里路亞 也希望你會想到